大家好,我是211小隊的小隊長,鄭華恩 上週我和老師就是在做很多夏令營的道具 在那個時候我很期待營會的到來 夏令營的第一天,早上大家在互相熟悉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在下午的福利社的時間 我在思考要買餅乾還是要存錢 最後我在老師的慫恿之下 我才買了一包雞蛋糕讓大家分著吃 第二天下午的鼓舞營課程 番茄老師帶著我們大家打完大部分的動作 每次上完鼓舞課我的腳都非常痠 第三天,我們在玩一個名字叫動之道的遊戲 這是我這次營會中最喜歡的遊戲 因為需要設計軌道 所以要把它排得整齊 這天的福利社時間有三個老師要選 就是各選一隊來抽扭蛋 第一位是小白老師,他選了涼涼涼小隊 第二位老師是不會丁魂的小蚊子老師 他選了涼涼腰小隊 他說因為他們準備好了 第三位老師是小蚊子老師 他選了錢最少的涼涼涼小隊 教官突然說他一直有一個隱藏的任務等大家來發現 時間很快到了 我一直在台上講話,還要管秩序 只有正懷恩小隊長剛剛給了我十塊錢讓我買東西吃 所以我就這樣達成了隱藏任務 這是我最開心的一天 最後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朋友李再道 他陪我從12號到15號就是陪我聊天 還有我的區隊長謝文綺幫我減輕了負擔 我的證件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謝謝